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做详细解释了 相信你只要爱好音乐的话 你应该都知道 导人密发骚拉西 一二三四五六七 当然你实在不会 你就唱一二三也行 那么除了这一个呢 还需要知道的就是 每一个音符唱多长时间 其实你把这个时间掌握好了 基本上这个谱就识下来了 关系到它的时间的问题 我们讲 只有一个音符的时候 这就叫一拍 我们就唱一拍 什么叫一拍呢 这就叫一拍 在音乐里他讲的是 你手拿起来拍下去 再回来这一个过程经历的时间 没有特殊说明的时候 这一拍大约就是一秒 你不相信你可以做一个拍的动作 一拍就是一秒 单独一个音符就是一拍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下面画线 画一条线就是一个减时线 这个减时线起的作用就是 给它这个时间减少一半 那如果音符 单一个音符是一拍的话 下面画一个减时线 就是半拍 什么叫半拍 我只计算拍下去 这一个过程的时间 或者是拍完以后 回来这一半过程的时间 半秒 还有一种就是增时线 增时线 一条增时线就是一拍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ray 后面画了一个增时线 那么这个ray一共就是两拍 那就是拍两下 这个六拍同样的 拍六下 这就不说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负点 写在音符的右下角的 叫负点 这个负点起到的作用是 延长它前面这个音的一半 它前面这是一个数字 四分音符 就是一拍 那么这个负点呢 就相当于 再多一半 就是这个刀一共是一拍半 一半 这个拉是半拍 就是后边的这半拍 那么在这首曲子里面 我们设计到的关于实质的 就这三个符号 还有两个小符号 我们顺便提一嘴 这个叫连音线 连在两个相同的音的 这个头顶上 那就是说 你这个骚就吹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吹葫芦丝 就吹一下 骚 吐 吐鹰的时候 你吐一下 但是呢 实质是要延长到它 所有的实质 六拍 你不要吹两下 吐吐吐 吐两下就不对了 还有一个小符号 就是一个对勾 这是换气记号 你吹完这一句 你肯定也没气了 这个时候需要换气 呼气 然后紧接着吹下一句 这个婚式里边 涉及到的简单的食谱知识 大概就是这些 我们下一节课 用华威打拍的方法 教给大家 怎么样控制好它的节奏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